说到俄罗斯的科学家,被人告叛国罪,死不死 这件事真是很可笑 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匕首飞弹 大家知道,其实匕首飞弹 它是源自于EC含德2M,M型的这种飞弹 由它来设计,然后再把它改成空射型 其实那个气动外形是有点相似的 你见到唯一,它那个弹头的位置 弹头的位置就有点不同 始终空射型的阻力,气动外形要好些 不同的,因为如果你是陆基型的发射 你都是直出外太空的,再回来 但是你如果是空射型,你那个空中 你那个气动外形是要改善的 那个弹头上,其实是相似的 就是我们讲到ISCANDA M 还有就是这个KIMSO 就,他们那个外形呢,就是挺相似的 我看看有没有机会,有张相片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我记得有跟大家做过一个对比 所以你一看完,你就会感觉到他们那种似乎 都真的很重要 我这么说,就是空射型的流线型一定会再厉害 大家现在看到一张相片,是不是? 大家看到一张相片,你看到上面那支 就是空射型 空射型那支 下面那支呢,就应该是伊斯坎德尔那支 所以呢,有不同的 你可以这么说,其实科学家 都是在那个伊斯坎德尔M型那里去发展 这一款,出来的 那当然中间呢,它是要有少少改变 我们都说过 但基本上的弹体就似得很紧要 真的似得很紧要 那真的脱胎治它 但是射程是会比伊斯坎德尔M会高很多 因为它本身的射程呢,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的射程呢,就只有500公里而已 但是你说就说500公里呢 但其实呢,特朗普是不信的 就是很早的时候呢,特朗普呢 他就有说过,这一支的备手飞弹 它呢,射程应该不止499的 那不是499的问题就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你会产生一个问题 我们叫中度条约 那中度条约呢,其实就是之前呢 美国和苏联,他们设定了一个条约 就是,大家都不想呢 大家的弹道导弹呢 是会威胁到对方 那但是无奈呢 前苏联呢 就是我们说的莫斯科那边 距离欧洲呢 大部分地方都不会过1000公里 那所以呢,如果真的呢 用弹路导弹打击呢 实在太快了 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 他们觉得如果呢 弹路导弹呢 当然是装核弹的啦 那只能力都不会是常规弹的 那么傻的 所以呢,就不想发生这些误判 即是如果你射子弹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射核弹 啊 还有呢,就预了你可能一发射 就射到美国的了 那为了避免这些误判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就要么就极长 要么就极远 中间那些呢 就全部呢 就不要要了 那就是包括呢 500-500 500-5000公里 那就500-5500公里呢 那个的 弹道导弹呢 就全部禁了它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中度条约 那特朗普呢 就最后退出了 原因就是他说 伊斯坑德尔这支弹 就应该不是射500那麽简单 那我怀疑它可以射到800-900那麽上下 那你也都这样想啦 那这支弹呢 你事实上摆了上匕首之后呢 射程呢 就大概多一倍呢 那去到2000公里左右 其实你这样计 那本身呢 射程再加初速 再加它的推进 那在空中呢 高度啦 速度 那麽多发射 那打了2000呢 那你本身的射程 那你本身的射程得500 那推进去到2000 那真的是 那就是要做到那个速度 那所以根据这个估计呢 其实就他本身 伊斯坑德尔的射程呢 就真的应该不是500那麽简单的 但anyway啦 那你会见到呢 就这支Kinsu的飞弹呢 他一直呢 那个发展上面呢 其实就 呃 不是说那麽差的 那他呢 就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发展 但是如果大家从他呢 装上去米加31 那个时间的计算的话呢 就应该是2010年左右 那开始呢 大家就听过这支飞弹 那就主要大家就找回 就觉得和伊斯坑德尔M型呢 就非常相似 那这个就是大家说 那就是9K720啊 就是我们说这一支的M型呢 那个位 那当然如果你商去 就是去计算呢 你说 这一支Kinsu 这支匕首 和伊斯坑德尔M 那哪个好用一点呢 就看你怎样换 那当然如果从射程啊 和readiness来计呢 那么备首就一定是好一点的 因为备首呢 你可以用战机啦 那战机给导弹车去计算 当然是战机的灵活性高过导弹车 这个是必定的了 那可部主性呢 就是战机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基地 你可以快速移动 那导弹车呢 你又在发射阵地 那所以那部主性呢 都是会差一点 它的灵活性又会低一点 那所以呢 如果有得选择呢 你选择空射型 就会比陆射型的 说真的 那另外呢 就普京之前呢 他都有一些说法 就说 是不是会呢 将Kinsu 就是拿来 就是备首飞弹 拿来呢 去攻击北弱部队的海军 那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呢 这支飞弹呢 除了攻击陆地目标呢 很可能是有呢 反栏的能力呢 那也不奇怪的 那所以你说呢 那科学家呢 其实你要去发展呢 这支飞弹呢 就不只是呢 刚刚开头呢 伊斯坎德尔呢 那支飞弹呢 发展的基础呢 就搞定了 你还是要呢 大量去研制呢 其他方面的能力 就是刚才我们说 打栏呢 就已经有不同的能力了 就是你对着海上的杂波 你怎么去过滤呢 就是去过滤呢 铁海飞行的时候要注意的东西 还有它要抗这个腐蜀 那很多其他功夫呢 在材料上面等等呢 那你都需要去加下去做 那所以就整个过程呢 科学家要做很多try and error的东西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 需要计算 所以呢 如果你计算到这样呢 那我就觉得科学家都是辛苦的 还有呢 我想说呢 其实这支蛋已经是成功的了 因为呢 有些蛋呢 其实你想不想过 真是呢 俄罗斯之前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呢 有一支蛋呢 就叫做菠菜冬 那菠菜冬呢 那菠菜冬呢 那支蛋呢 就它是 就是我们这样说 它本身呢 就是那些核动力的蛋来的 那你就 去发射 那核如雷呢 你当它是 那其实就不是太成功的 不是太成功了 那另外呢 就也都有一些呢 是空中飞行的 核动力装置 那俄罗斯 总是想起一些 古灵精怪的 一些的 武器 那之前他们呢 是做过测试的 那测试就 很快去空中解体 那说真的 你说去做这些武器呢 那科学家就更加之难搞 因为它 它是没办法想到 究竟你应该怎么做的 即是是 刺务古人来的 基本上是刺务古人的 那所以呢 他这些做法呢 就变了要 都挺考验的 挺考验 他们本身 那个底是挺好的 而且有点运气 就是你的独裁者 又不给你时间 就是try and error 那些东西 try就得 error就不得了 那你做科学家 那些东西 都挺麻烦的 但anyway 如果你去做 这些武器呢 其实反而 那些科学家 又不会被人去处罚 因为呢 这些武器 可能真的高风险 那 其实他们都知道的 尤其是 你第一次去做那件事 所以那些科学家呢 最后会不会出事 呢 我觉得出事的机会 就小一点的 反而呢 今次呢 这个匕首这个呢 就因为大家都对他 寄予厚望 那你对他寄予厚望的时候呢 那所以呢 你最好啦 就真的要 发挥到你的威力 那但是 如果你说 发挥不了你的威力的话呢 那 那 你所以就 令人民大失所 那这些在国内 叫做 伤害人民感情的事啊 那所以呢 那这些科学家就真的比较难 那现在anyway呢 哈利姆林工 现在呢 就捉了三个出来 那三个呢 去研究啊 高次音速的 飞弹技术的那些科学家 那他们呢 面临着 很严重的叛国罪指控 很严重 那这些呢 就可能是会死人的 那现在呢 有三位的成员 那一个呢 就叫做呢 是这个叫马斯洛夫 一个呢 就是Alexander Shibyuk 那另一个呢 就是Valerie的 Virginsev 我都不太识读了 Virginsev 那这三位的科学家 那现在呢 就被自控的 那现在呢 就他们的同事呢 那 其实都很 就是 我想office 就是那个lab 里面的同事都很帮忙 大家就开了封公开信 那 那 也都不希望呢 就是司法界呢 是做一个惩罚 就是 始终呢 你对科学界呢 这样去做呢 就是这些就叫莫须有 好地地做研究 是吧 那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这些东西 就是行不行的 就是十二码的东西 那 又不一定要承败论英雄 因为你没有了他们 你又不知道不行的 对不对 那所以就 现在的情况呢 就 科学界呢 是想尽量拯救他们的 所以呢 就 他们信里面都说 大家都爱国的 对吧 那所以就 不应该怀疑他们是真是故意去破坏 或者是故意令到那些匕首呢 是做不到呢 他应有那个问题的 那 但是CNN那边呢 都 霍杉峰呢 说他们现在被人逮捕了 就是被人逮捕了 那 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位 Alexander Shipyuk 他本身呢 就是俄罗斯科学院 在这个西伯利亚分院里面呢 其中呢 一个呢 叫做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 那些听上去都好像原子力研究所 那样的东西 那他是所长来的 那所以其实就真的做到很大的 那 那 这个是其中CNN那边的报道 那 那 被捕了 那 那 那另外呢 法广呢 就是我们说呢 就是法国的广播我都说 那 那就是另外一位 马斯洛夫 那 那 就马斯洛夫 那 和另外一位呢 那 那 那 就是 之前 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呢 曾经在法国的一个研讨会上面呢 就show过 demo过 高超速飞弹的设计 那 那 demo了呢 那实验是怎样去做的 那 那我相信其实是当时已经震撼了 在研讨会上面的每一位的 那 因为真的没想过会有这些事情 那 那 所以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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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情况呢 那 那 那 呢 都 这些应该是相当出名的 那现在的情况,公开信那边都继续求情 基本上讲过他们的内容,其实国际间是自有共论 其实如果他们放流料,大家会议论的 所以就相信他们在国际论坛上展示的内容 其实都已经是经过大家验证似乎都是挺好的 但是如果现在的问题就依然入罪 如果你之前做过功夫,一个屈你十 因为被人拦截到,然后避控叛国 其实大家都不想做,说真的 我这么辛苦做一个武器出来 最后因为被人拦截到,我就要被人拘捕了 如果我长期都做不到他出来,最多都是炒 如果我做到出来,我还要担心 不知道是五年,十年之后 那那个武器如果出事之后 那我们就真是阿里吉利 那真的会被人拘捕,被人封艇 那哪有人还肯做科学研究呢? 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在独裁政府才会做这些事情 就是你要找替死鬼,不要紧 你都不要找科学家了 就是你叛国,你都不敢这样做 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科学家很难靠 这件事 那他们就都不是第一次做这些事情 他们以前有个科学家叫做Colkar 那又是被人拘捕 那他更惨 那个人就cancer,慢期,都重要的 过去,被你审 熬不到两天,死了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克里姆林公呢 那个发言人呢 我们讲一下佩斯哥夫啦 Preskov啦 那他说他都见到 有封这样的公开索 那强调现在呢 都是调查啦 那他说这个指控呢 其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指控来的 那我认为呢 其实这些 无中生有的指控呢 其实你真是破坏俄罗斯 他们自己那个科学界的那个威严啊 专业啊 甚至乎他生存了成问题 那所以是非常之不要得的事情